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起看世界 我是林一如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首次出访亚洲 去了韩国 日本 却没有去北京 结合盟友对抗中国的意味相当浓厚 拜登23号在东京被记者问到 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犯台 美国会军事介入保卫台湾吗 没有想到拜登直接了当地回答yes 还说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在场的官员跟媒体大吃一惊 虽然白宫随后就出面灭火 拜登在隔天也转趋保守说 美国政策没有改变 不过这已经是拜登第三次 发表美国愿意保卫台湾的谈话了 拜登这次访问南韩跟日本 在台海问题上都有进一步的表态 包括了南韩新任总统尹席月就说 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是印太繁荣的关键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说 美日的印太政策没有改变 并且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24号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 美日印澳四国领袖同意 用500亿美元支援印太地区的建设 日美表示这是为了要对抗 中国的一带一路 而会后共同声明也强调 反对在印太地区片面用武力 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 另外拜登也在东京宣布启动 印太经济架构IPEF 不过台湾第一阶段并没有入列 华尔街日报社论就批评 这是一个大错误 IPEF有13个起始会员国 占了全球GDP总量的四成 博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减免关税 而是在供应链重组 以及干净能源 还有数位标准互相接轨 而且成员国当中不会有中国 拜登这次的亚洲行 虽然是聚焦印太安全 不过北韩跟中国大陆 马上有动作 北韩在25号对日本海 发射了三枚弹道飞弹挑衅 中国跟俄罗斯也派出了 六架轰炸机编队飞行 闯进了南韩防空识别区 并且逼近日本领空 中俄联手抵制 美国的印太安全架构 已经逐渐成型 俄乌战争战马三个月 美国总统拜登 借着大举军援乌克兰 成功地削弱俄罗斯 接下来外交中心拉回亚洲 全力围堵中国 不希望再有误判情势 引发战争的意外发生 拜登上任以来首渡亚洲行 抗中保台成为核心任务 严重警告中国 不可轻举妄动 否则美国将军事介入 保卫台湾 俄乌战争效应持续发酵 今日的乌克兰 会不会成为明日台湾的行照 美国的态度洞见观瞻 拜登不希望台海烽火连天 制裁俄罗斯 杀鸡紧头 把台湾对比乌克兰 对中国而言格外挑衅 拜登抛出超级震撼弹 中国战狼外交官猛烈踏伐 撂下狠话 中方必将采取坚定行动 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力 我们说到做到 白宫紧急出来灭火 强调美国的立场并未改变 拜登只是重申美国 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并基于台湾关系法 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 拜登的保台论持续发酵 美国 日本 印度 澳洲 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 记者持续地追问 拜登在一年之内 至少三度发表护台言论 这次的态度最为诚硬 拜登维持传统战略模糊的政策 但嚇阻的力道明显加大 拜登经常试言被媒体抓包 但这次美丽的失误 不排除是从战略模糊 逐渐地转向战略清晰 战略模糊过去能够嚇阻中国 关键就在于美军的军事力量 远远超过中国 但双方实力逐渐拉近 如果游走于战略模糊 跟战略清晰之间 专家认为反而更危险 拜登的亚洲行除了强化美国 跟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 另一个重极就是启动印太经济架构 拜登政府无意重返CPTPP IPAF正式用意取代CPTPP 确保美国在印太的主导权 印太经济架构由美国主导 创始成员包括美日韩 纽奥印度等13个国家 人口占全球60% GDP约占全球四成 超越中国主导的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印太经济架构抗中色彩浓厚 等于亚洲版的经济北约 拜登更打算执求对决中国 打造以美国为中心的晶片大联盟 拜登亚洲行第一站南韩 以下飞机就直奔三星集团 位在评测的晶片制造厂 去年全球半导体短缺 造成美国汽车 家电 等民生用品大缺货 通货膨胀创40年新高 拜登为了国内经济 跟军事战略的考量 全面提升韩美同盟 拜登会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建立美国跟南韩 全面战略同盟关系 希望促使北韩全面无核化 拜登前脚才刚离开亚洲 北韩就连续发射三枚飞弹 美韩军方也强势回应 时隔四年十个月之后 首度展开低对立飞弹射击 大含三十多架F-15K战斗机 更是全副武装 大象漫步 大秀军事肌肉 随着新冷战时代来临 东北亚情势也持续升温 rather是西纳城同监制 尼致数 California 成立串 成立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